哦 岁月不扰人 没想到她脸皮竟然这么厚 行 我现在给她做 太熟了 太熟了 这什么话 还请阿茶姑娘再送一份 太熟了是吧 行 太生了 好 太熟了 少主别急 有多闲的 闲的 不闲的 熟的 不熟的 甜的 不甜的 阿茶姑娘呢正在忙着 准备着鸡身浴厨的事 让七少主您呢 凑会儿吃一口 但阿茶姑娘可说了 让您一定要吃这一碗 嗯 麻烦 麻烦 嗯 对了 阿茶现在在干嘛 她呀 正忙着让柳台一帮的食菜呢 大人 你去帮我钓一队士兵过来 钓一队士兵月马 阿茶 我来的 大人 阿茶 烘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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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太医 柳太医 来了来了 兄弟们等一下 我马上马上啊 马上 家手来了来了 柳太医啊 咱们兄弟这帮粗人 在边江那儿 可是天天日晒雨淋的 你可得给我们好好保养保养 你放心 我一定好好给你弄 柳太医 来了来了 哥 我马上 你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不是说半注箱的时间 就可以接面膜吗 真的快一注箱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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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太医 来了来了 不好意思哥 马上马上 柳太医快点 快点啊 明明是我先来的 怎么还没轮到我呀 不好意思 我给你好好安 我腰疼着呢 柳太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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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肩子 我马上 我马上 念膜快点 我说什么都接啊 柳太医 有什么手头啊 还快点啊 我又要不念膜 柳太医 来了来了来了 你还要躺着呢 柳太医 别急别急 我来了我来了 轻点 等会儿 今日朱雀城城主的小女儿 公孙郡主来访 听说她是你侄女儿 怎么 你连她的主意也想打啊 不是不是不是 她的背后可是朱雀城啊 如果有她助我一笔之力 那我夺成主之位 不就更顺利了吗 再者说 如果你们孤之二人 一并是父母 那岂不美在 嘿嘿嘿 是不是 不是 美极了 啥啥啥啥 咯 想打她的主意 也得看人家 答不答应 你 闪开 公孙郡主 二少主 怎么了 试试啊 这贺联冰是不是有病啊 我打扮得这么漂亮 周车劳顿的来到邢武城 就是为了引压全场的 没想到一个美女都没看到 还被她带来踢醋鞠 试试就试试 来 死了 什么呢 历年来 这速剧比赛 朱雪城无一人敢迎战 最强的竟然是女子 郡主 好角力啊 还好 还好 可以不 舒服 刘太医啊 你看 兄弟们在你这里 有一段时日了 感觉都要发霉了 你倒是有没有什么法子 可以恢复元气啊 是啊 是啊 对啊 恢复元气 是啊 有一段叮当健身操 来一个呀 来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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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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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万没想到 以威武著称的玄武城将士 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 不知道柳木白在忙什么 我现在连个试菜的人都没有 他怎么还在叼啊 他叼多久了 除了干活 一整天都在练习雕工 看来他不是说着玩玩 我知道了 你先下去吧 这都是首席让你准备的食材吧 你干吗 你干吗 真不好意思呀 阿茶 阿茶 恐怕得麻烦你一个一个的玩多挑出来了 阿茶 你不会怪我吧 你 怎么 难不成你想跟七少主去告黑状吗 反正这里也没人看见 我不怕 你 地儿 你 报应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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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大鱼儿 柳木白那儿怎么样了 老猴听说呀 咱们家的一众战士都在那儿排队呢 等着跟他学强真见底的健身操 那柳太医都忙不过来了 他现在就像那龙东小鸟 走也走不出去 飞也飞不高 够他喝一壶的 少主 太医都忙着呢 老猴给您捏捏 行了 事后也不早了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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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ec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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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夜练了一夜的剑 我爱 少叔啊 您真是太请外了 老奴都到小姐 当年采买食材的奴隐 如今定居西山 定居西山 咱们姑侄二人呀 许久未见了 明日我做冬 请你吃顿剪餐 顺便把七少主也请来 带你见见 二少主有点不太对劲了 正好来了之后 还未见过七少主 不如瞧瞧起 淑儿 你想什么呢 那就谢谢姑母了 淑儿 明日想吃点什么 我听闻玄武城的预真坊 有一道名菜 叫做豆菲豆 是用非豆类食品所做的豆腐 不知道能否让本郡主开开眼 豆菲豆 不用豆子 岂能做出豆腐啊 若是豆菲豆做不出来 预真坊的脸往哪儿搁 都给我想想 阿茶 你有什么想法 首席 我爹传给我的传家铺上 有记录这道菜的做法 可以一试 不过需要出神采摘云量 嗯 好 这些就够了 什么情况 七少主 七少主 俄트�月 七少主 小王 täơ intervals 你还有力回来 你这事儿跟我扮成这样 我掐死你 无需生气 这次没能一招解决他 下次我们好好重新规划一下 就是了 怎么了 让他查 怎么办啊 当年啊 咱们的事做得那么干净 我看能不能查出来什么 还是小心为好 赶紧把这脏东西弄出去 会气死 来人 好 你看看 好点了吗 少楚 都怪老摩让你受委屈了 都怪老摩出心诈意的 又让你受伤了 小胡太闲了 漏龙太单纯了 少楚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我先去准备贾夫人的宴席了 你自己擦吧 我 我 这 哇 嗯 冰凉爽滑 肉口即溶 甜味中还有一股清香 从食材来看 也的确非豆类食品所致 这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把做这道菜的御厨带过来 是 我听说这豆菲豆 一直是你们御珍坊的名菜 但是已经失传了很多年 没想到我今天能够吃上 我很满意 只是这豆腐究竟是怎么做的 阿茶 你来说吧 制作这道豆腐所用的不是豆子 而是桑叶 桑叶 将洗净的嫩叶捣碎 绿汁 加入草木灰水 粘米粉 因这些食材都不是豆类 所以称为豆菲豆 你这小厨娘倒是颇有见识 姑母 我有一个请求 这样 我这几日进宫一直都没有什么胃口 但这些小厨娘所做的菜 很合我的口味 我想让她负责我的善事 如此小事自然允你 既然如此 连我的那一份也一同做了吧 怎么 她的做得 我的做不得 我今天对你做的菜很满意 这块令牌 赏你 从此以后 你行走宫中 无人敢阻拦 拿着 还不谢过七少主 拿着 谢七少主 她带这个小厨娘 《女性11》 她可能颜不一般 很多加上 古人 促人 与我 宫中 送出去的东西还需要还吗 那你的眼睛好点了吗 不要 我知道 你不想与我有过多交集 但那一日 你违背功规 擅自救我为功 宫里的人都有非议 你拿个这令牌 想欺负你的人 也得掂量掂量 我先走了 阿茶 做菜有功 给玉珍房争了脸面 自今日起 由帮厨升为玉厨 以后 七碗摘菜的杂火 你不必干了 你只需负责 七少主和公孙郡主的膳食即可 领命 好 大家都忙去吧 你看着我干嘛呀 对了 多谢你推我一把 在哪里 溢出来 这ells 那你做饭 我看着你 我都不需要 你走 在马上 让你 你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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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快点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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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快 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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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相信了啊 我这身材 让郡主看到 会被泥上来 哇塞 好大一只白雀鸡啊 郡主 我这个身材 这个鸡肉 没有吓到你了 不就是一只戏狗吗 那是 我是说 熟悉 熟悉 你让我想起了我们朱雀城 那些奋勇杀敌的将士们 这朱雀城啊 所有的将士们 有这样一位郡主 真的是他们三生修来的福气啊 少主 今日叫我过来 难道就是为了欣赏你这 不是 我呢 乃玄武城第一剑客 与我那七弟贺连语啊 今天有个比试 所以特请郡主 前来指点指点 好 请 有嗎?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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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上次明明都亲舍得救坏了 这次为什么还要逞强啊 我就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那你这伤口这么久都不好 要不我去给你找个太医看看吧 不行 我的伤不能让人知道 要不 你给我换吧 我 这也太严重了 我 公公 少主如何了 已经上好药歇息了 我看得出来 少主对你不同 是不是奇怪 预真房有那么多运筑 少主却偏偏喜欢吃你做的菜 是 请公公指教 十年前 新少主的生辰宴上 母亲 你坚持 好 好 真乖 是 国父亲 欧妇人中毒了 学生我们哪儿 母亲 父亲 微不疯了 我非误了 母亲 母亲 王夫人 不当贵为城主夫人 那也是驰骋杀唱 不败的战神 辅佐城主 平定幽幻 是我们玄武城的荣誇 然而 七少主的生辰宴上 一场毒杀 王夫人死在了少主面前 从此以后 少主便坐实了 变将在兴之名 被发往变将 那时候少主才十二岁 从此以后便失去了味觉 什么 他之前吃的东西都没有味觉 那他为何喜欢我做的菜 这次少主回宫 吃了你做的菜 我尝到了丝味 这回你明白了 少主为什么偏偏对你做的菜 轻有独钟 原来如此 那当年的那个案子 可有查出凶手 没有 案子的事 以后你莫要多问 我 我让你多嘴了吗 少主 老挪多嘴 老挪多嘴 下去 是 难怪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看到你食生肉 没想到你这些年 都是这么过来的 不过没关系 你现在遇到我了 以后呀 你的菜我全包 莫白 我有个朋友 他除了是某个厨师做的东西以外 吃其他人做的东西 都没有味觉 你 你说得我听明白了 我在一本移书中看到过 这病若非因为身体 便是心急 心急 那要如何医治啊 心急是最难治也是最难医 若想医治 只能试着解开他的心急 我还有个朋友 他 怎么那么多朋友 你别管了 就是 这个人他做饭很好吃 而且他长得 绝美 他认识了一个男子 这个男子很爱吃他做的饭菜 你说 他是只喜欢吃我 我朋友做的饭 还是对他也有点 意思 阿茶口中这个男子 不就是我吗 我觉得这个男子不但对你 朋友 有点意思 而且对你 更是情根深重 瞎说什么呢 贺连宇对我情根深重 怎么可能 也认为这个男子 同走之后 留下纸念 远倦远束又在哪个瞬间 情之所知 筑动心前 无人是泪流几遍 未听见风声过雨声不满天 还花开花落又纪念 若相遇相逢又如梦可否再见 离声言却渐渐遥远 再见若不为遇见 别留下不及想念 深春热桃花满天 为你做最后的一片 从此春不识桃花满 镜落纷飞似月天 深情的花雕现 是爱落入眉目间 春心是懒若桃花满 晚来分风似从前 伴你是风味却险 若相思温柔念 从此春不识桃花满 镜落纷飞似月天 是情的花雕现 是爱落入眉目间 春心是懒若桃花满 晚来分风从从前 伴你是风味却险 若相思温柔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自己听过专门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